财团法人花联县体育发展基金会在县府大礼堂举行了基优选手表扬大会 包括了体育基优选有91位 拔尖选手有15位 基优体育团体有10个团体 县长齐正蔚亲自表扬 他也肯定选手们的优秀表现 希望他们能够不负花联体育王国的美名 持续在赛场上为花联和台湾争光 县长学生表示 感谢财团法人花联县体育发展基金会长期支持体育的发展 培育花联体育优秀人才与团体 体育运动是培养健康 塑造人格以及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途径 花联县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培育 希望培育得自体群美五育精肯的优秀人才 让花联成为国家体育的摇篮 主发会就是体育发展基金会 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推动体育 以及支持我们体育发展的优秀人才 还有培力跋跃着肩的部分 所以无论是对于各校 或者是在全中运里面 得到非常非常的好的夹击 我们的重点的培育对象以外 另外对于团体的部分 我们也给予支持协助 那这些的表扬的或者是这些的团体 个人或者是全中运的赛事的得奖得主 其实都经过董监事的开会之后 我们决议出来 所以我要谢谢很多的董监事 愿意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台北 从台中高雄来到花莲来开我们的董监事会 我真的要非常佩服教练能够陪伴的我们选手一起成长 而且为选手规划很好的 这个近程中程远程的未来选手的顺利的选手精神之路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教练 那更谢谢所有的家长的知识 因为有家长的知识 我们孩子以及学校在推动单向或团体的时候 才能够不能少你很重要的那一个 那我要谢谢所有的家长 当然我也要更谢谢所有的校长 因为在学校里面推动的校务 得志体群里什么都要推 而且要发掘孩子的天分 还有发掘孩子的才能 我想这个也是要谢谢校长 所以在今天无论是我们的表扬 或者希望花莲能够成为我们国家 比育运运动人最好的摇篮 活动现场气氛相当温馨 选手余观上台之后 接受表扬以及现场许中文的合影 现场许中文也不忘温后 选手身体健康以及训练的情况 希望选手们持续努力 更进一步争取更好的成绩 而以会的贵面包括立委副婚 应期办公司执行长林中坤 先演林政府 换线体育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赵峰山 教育处代理处长翁淑敏 体育会各个主委 各校校长以及教练等人 记得就联合华州老